你知道多少斤了 不知道 知道吧 我知道 一个男一个女儿 市场就有这两个斤 多了没有 你这一天能卖多少弯计算过吗 三十笔弯 三十笔弯 那五天干几个斤 两个 这种规模也是相当的可以 今天我们来到了山东平义 便桥大鸡 咱看一下这个大鸡上有什么好吃的 便桥大鸡是在一个树林子里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挺有感觉的 这边的话全是吃饭的 这里有个大爷吃水饺 大爷吃水饺了 你几年有多大年龄了 75 那身体不难 这地方是面条 赶紧抓住吧 面条是吧 哇塞 它这个面条的做法和我们那边还是有所不同的 哦 放到碗里 这个面条得过一下这个晾水是吧 两个锅道 这边是凉水 这边是下面条的热水 沾这一碗面条短下 五块钱哈 这种方式做出来的面条 你们喝过吗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哈 这个大爷在往里下水饺 这个锅里是也下面条也下水饺 他家的生意还是蛮全面的 水饺 煎包 面条 一条龙服务 给我来上一份面条 我尝尝哈 咱来上一份面条尝一下 哦 烫一下 烫一下碗 既环毛又干净 比烫的那种塑料袋要强很多哈 在锅里来回来冲几下 这是切好的活着肠 这一天能用那么一袋子活着肠吗 三袋子也不够 三袋子也不够 这是放的丸子 火腿 放点辣椒 加的丸子加的活着肠 加点调料 香油 香油 来点葱花香菜 咱再来上两块钱的油煎包 两块钱的煎包 然后一碗面条 多了还真吃不了 这种面条真是全国独一份哈 面条上面它不加一些卤料 它就加一些调料 然后给你放一些丸子 活着肠 香菜 葱花 这些东西 满满的一大碗 只要五块钱 是不是很便宜 五块钱的面条喝起来什么感觉呢 下面咱来尝一下哈 小朋友面条好喝吗 好喝 好喝 你扫的是碎是吧 对啊 哦 用这个 用这个电货扫 两块钱的水煎包 六个 一块钱三个 相当便宜哈 肉的水煎包 油煎包 口误哈 它这个地方叫油煎包 不一样 叫法不一样 做法也是有所不同 大致差不多 哇塞 挺香的 今天肉的 和三毛钱一个 是不是很便宜啊 是不是很长 特别有食欲啊 哈哈 哇塞 特别劲道哈 这吃米馅的感觉啊 劲道爽滑 这是一个特点 来一口这个面条 吃口丸子 我们井那边 有种面条叫串热面条 说实话 浇的这个葱花香菜 放上去之后 不放丸子和这个活着糖 和我们的那个串热面条 基本上非常相似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那个串热面条上面放的是 就是肉酱啊 它这个没有 它这个放的是丸子和活着糖 说实话五万钱 活着糖给的也不少 这是粉丝 专门从济南 跑过来吃面条的 喝面鸡了 喝的也是面条 你看真香啊 非常实惠 跟着主播吃 跟着主播吃 在济南的话 这一碗 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 对 不仅好吃还便宜 对对 跟着主播吃 不吃亏 好吧